我就把阿樂笑起來有點像阿咪 有點像 啊我上次又跟你們說了 如果你們真的要看暗黑版的話 有一個有一點像 但是只有剛出到的時候 那個叫小泉日像 剛出到那幾步有點像 他剛出到大概1920年的時候 那幾步挺像的 胖了一點而已啦 大概2019、2020那段時間的 啊你們自己看感覺怎麼樣 以前一點照片 以前一點 阿森男優有推薦的嗎 那個 那個 男優有推薦的嗎 我看一下 這部吧 男優我是推薦這一部 真的假的啊 我看一下 這不是推這部啦 男優是 男優怎麼還沒出來啊 哦哦哦foo 哎這個這個這個 男優這個 這邊兩個怎麼長就有點小像 靠 OK 文 füh 阿能AV打工怎麼找不到啊 阿能AV打工怎麼找不到 我去哪裡啦 媽的咧 他那部原片在哪裡啊 奇怪咧 那個劇情超白癡 那個劇情就是 那部劇情其實就是受脅迫的女教師劇情 那其實很多人都拍過 那個RM拍過那個 那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劇情 但是我是覺得拍那個劇情 用在這個女優身上就有點浪費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個女優的臉部 第一個沒有很精緻 就是 不適合拍這種 這部劇情就有兩個變體 第一個原本就是 被領魯的女教師系列 然後他後來加了一個就是 為了保護XXX學生 而被 女教師系列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女教師系列的這個是 他被領魯的理由是 他媽在黑板上寫個1加1吧 然後後面那個流氓站起來說他不會算 然後就開始 開始詮釋了 然後基本上後來這個 後來有些主題就是看了會出戲 有些要加入一些合理的要素 所以後來就會加入一個被霸凌的學生 然後那個被霸凌的學生就是像 剛剛阿倫演那個很喜愛的樣子 然後被霸凌的時候那女老師就會出來 出來幫他擋 出來幫他擋之後 然後旁邊那些家角就會開始 啊 先生 啊 啊 然後就開始 啊 然後阿倫就會 然後就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基本上就是 然後就會開始 一連串的 然後就開始錄影 這邊然後這邊第一次一定會錄影 一定手機錄影之後 然後女老師開始就不需要 這個喜憨兒 就不會就 這個這個人 這個人通常就沒有了 就是 這一個系列是以前就有了 但是加入了這一個喜憨兒 讓劇情變得合理性 這個系列是以前就有 對但是就是以前就是 比較鬼轉型就是突然就看到女老師 什麼莫名其妙就被弄了還是怎麼樣的 不然就是以前就安排可能 女老師在換衣服 然後學生在那邊偷拍 然後學生在那邊偷拍 然後學生在拿那個照片威脅的女老師 以前就是這種劇情 左左部明溪罪陣 左左部明溪 實用派的熟女吧 實用派的熟女嗎 實用派的熟女嗎 這樣講 畢竟他也拍過很多系列的 但我是覺得 就是 還是還不錯啦 看你個人喜好啊 啊熟女就是個人喜好 我是覺得熟下這樣子最正啊 熟女系列的話 如果要正的話 雖然他永遠只會那個死人臉 然後永遠只會演那個貝德臉 然後他媽就是永遠只會那樣子 幹 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那樣子 啊 粉妝靈不錯 粉妝靈就是那種很氣質型的啊 粉妝靈就是那種很氣質型的 氣質型的最近那個 最近那個誰啊 古川一隻也可以看一下啊 古川一隻也可以看一下 粉妝靈比較偏像那種氣質臭臉型的吧 就是那種臉部 臉部真的很精緻 但是又就是接近氣質臭臉 那本妝裡有時候臉部有點太精緻 會有點像 有點有時候會太精緻 P337 P337 靠腰 只有P337那一部有一點點像而已 其他部的新奈愛都不太像 不知道為什麼P337那一部的妝感 因為 基本上很多時候女優會因為妝感跟狀態不一樣 然後 或者拍攝手法光線不一樣 而長得不太一樣 只有P337那一部真的長得有一點像 認真 可以評論一下林木新春跟我七里凡嗎 林木新春就是 林木新春我感覺他拍到最後心態炸了耶 林木新春的片到後期他開始拍一些很可怕的片 然後 他最後是不是 林木新春最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我那時候有在跟一些比較女優的八卦 林木新春最後是不是有得憂鬱症還怎麼樣的 他是不是因為心理不行然後退休的 我有點忘記耶 我記得林木新春最後幾部的作品都 我七里凡就很明顯的 就是我是來看一個漂亮的網美 就是我是來一個 看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網美那種 就是這種感覺 啊你感覺的出來他很素嘛 對不對 看起來很素 但是就是你覺得實用就實用 水菜莉是永遠敵神 水菜莉是阿雄永遠敵神 阿雄就是 阿雄的那個 那個GOAT是水菜莉啊 他之前都是看水菜莉 然後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什麼 他是不是他都用手機看 因為他家有那個 那個天使手 有那個網路手邊緣嗎 所以之前有人在突擊放A片的時候 他才看的那麼開心 因為他第一次用大螢幕看A片 他覺得很興奮 他那個時候一直看你知道嗎 內部路史永遠 永遠在看A片 我跟你講 之前不是都有人在突擊放A片 然後那個 內部路史永遠都會在 因為他第一次用這種 揉 如果他媽二十幾寸大螢幕看A片 他以前弄手機這樣子 然後這樣偷尻 他那個時候真的很興奮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不是放那個 那個一個金髮的人 然後再幫他洗澡 他就 幹你娘可以 然後他他被ban了之後 他就下一個然後他就留言說 幹你娘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再重播嗎 我後來去問他說 幹你娘他媽的 難怪他的聖越打越小可悲啊 沒有啦 我那時候去問他 問熊安說 欸 欸問安 你那天到底看什麼 他說 幹我那天真的看得很不爽 你知道嗎 他媽的他一個帳號被ban了之後 他就下一個帳號開始播 然後又從頭開始播 幹他就不會從那個被ban的地方開始播 你知道嗎 他根本就沒在看 阿聖有講過山岸逢花嗎 另外推薦你FC2PPV172位 那是什麼 那是小熊嗎 是小熊有沒有 沒有話 屁股很翹的這種類型的嗎 我不知道欸 佐三愛最近也有在健身啊 不錯吧 佐三愛前這一陣子也不錯吧 那你要再拉 你要再拉一些人下的話 那個什麼 小島南也不錯啊 小野細子 小野細子 小野細子的話 我覺得他這樣回的時候比較好看欸 認真 小野細子現在 他現在那個片商 嘖 拍的感覺就真的沒有 小小 古南才是最頂得嗎 你說那個 你說那個新的什麼 寫真偶像那一個嗎 嘖 幹我只覺得還好 我覺得他有點像 我覺得他的感覺有點像夢奶 他給我一點 有點像夢奶的感覺 那就是 嘖 我也不懂 就是那種 就是很 就是小隻啊 然後 臉不錯 然後 很大之類的 湘澤南是真的很會搖 幹 湘澤南看多了 會想去看他以前的片欸 我記得他第一支影片 第一支片出道是在ID社出道的 忘記是多少了 湘澤南去看他第一部 湘澤南是有越長越精緻的感覺 不是 湘澤南的長相真的是越長越精緻 但是你有感覺不出來他是 他是真的妝感差很多 還是他是去 有去 有去動一些有的沒的 感覺多少是有去動一些有的沒的啦 但是是往好的方向 不會像有一些是 你會覺得好像弄壞喔 好像沒有那麼好看 像橋本有菜最新幾部 我都覺得好像有點太過頭 山上 山上我以前 前一陣子一直覺得很不實用 山上前一陣子我一直覺得很不實用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年 還是去年有改善 他有一個什麼刺激 武感刺激那一部超屌 我覺得那一部超級屌 那一部什麼刺激你的武感那一部超屌 山上有一陣子 我是覺得真的也很不實用 就只是噱頭 然後也長得好看而已 但山上最近 那個進化跟那個妝感 真的 那真的蠻屌的 不得不說 最近啦 有一個什麼武感 武感的什麼 那一部確實挺好看的 正大陶乃木好用嗎 陶乃木就說過啦 陶乃木就是百變怪啊 他就是 你可能每隔半年 看他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的感覺 每隔半年去看他 你都會覺得 這是陶乃木嗎 欸他是陶乃木嗎 他是陶乃木嗎 他是陶乃木嗎 欸他是 欸蠻正的這個是誰 欸陶乃木 靠腰他是陶乃木 大概這種感覺 陰遊羅呢 陰遊羅算是有點老齡 像你知道陰遊羅 陰遊羅算是有點以前的 陰遊羅算是 算是 算是 蠻久一陣子的 那種 算是 童年然後那個 漂亮的女兒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反應很真實 很好看 但是 就是看他反應真實的好看 就是這種 但他也是屬於比較前期的 所以你要 能接受那個 拍攝手法跟那個 風格 這種感覺 安齋拉拉呢 安齋拉拉 安齋拉拉你看他 那個時候 安齋拉拉我一直都還好 因為我不是到超 我不是到距離空 因為安齋拉拉 一直以來都讓我覺得 真的有點太大了 安齋我覺得還好 COST你都看不下去 沒有啦那個什麼 有一部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誰 你剛講那叫什麼 七折米亞 七折米亞有一部 那個 有一部那個什麼 佐伊的我覺得還不錯 按摩系列的有推薦的嗎 按摩系列的 你按摩系列的 完全就是看女優欸 我是覺得真的是 完全看女優 因為按摩系列的 我不是很喜歡看那種 一堆 一堆 一堆液體在那邊 在那邊弄來弄去的那種感覺 反正你就搜尋你喜歡的女優 然後打風俗店就有了 什麼風俗系列的 風俗娘拉 三岸逢花的評價 三岸逢花的評價 三岸逢花 三岸逢花我自覺就是一個 熟女 就是一個臉很頂的熟女 真的是 但是 但是三岸逢花 不對我的胃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恩 我覺得就是一個 真的是 就是一個臉很頂的熟女 她沒有歸類在熟女 應該沒有歸類錯吧 因為 我就是 我就是一直這樣覺得 應該是沒有歸類錯 十元利奈呢 十元利奈就是 always always by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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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y義父 fuck me always都是這種系列的 永遠這種系列的 好不好 永遠未亡人 永遠義父 永遠怎麼樣 丈夫面前怎麼樣的 十元利奈就是專心去演那個系列吧 反正她真的蠻會演那個系列的 想知道 嫁奶油羅的評價 嫁奶油羅的評價 好這一個喔 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我不會 這個其實我不會 特別去看 但她就是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很明顯就是小 小芝麻系列的 小芝麻蘿莉系列的 這個其實我不會特別去看 但其實感覺蠻清純的 我有看過她 我有看過她幾部 那你喜歡這種類型的 你喜歡這種類型的 然後又要這個大小 這個臉 就很像鈴木新春這種感覺啊 真的很像鈴木新春這種感覺 比較類似吧 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比較類似 鈴木新春這種感覺 我的感覺啦 對 嫁奶油羅 我看了一下 跟她比較類似的 這種短髮 然後 胸部大概這樣子的 阿聖有反差大能推薦的嗎 反差大能推薦的 看演技嗎 反差大是要多大 要那種 壞掉那種嗎 那種的話 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找那種臉部精緻 然後去拍那種 去拍那種 壞掉的影片子啊 粉妝靈 東嶺 五川一隻 或者是 那個 西之愛也 這種臉很臭的 東嶺啊 這種臉很臭的 那臉就是 他媽的好像 他媽的欠他幾百萬的這種 然後還跪在 跪在臉上這種 那就 這幾種吧 如果你知道那種 反差感就是 可能 原本臉很臭啊 什麼之類的 這幾種 因為這種 就是臉很高冷的 高冷的這種感覺 欸 最近有一個退休的 然後在退休之前還去弄 還去弄 還去熔爐的 有一個很瘦的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之前有一陣子 有看他的 蠻常看他的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就長 臉長得沒有很好看 就很魅 很魅系 很魅魅 魅魅的魅 魅系女優 那種感覺嗎 然後 他前一陣子去熔爐 然後退休了 不是瘋可憐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追明空 追明空 追明空之前有人說 我長得像張雲晶我就還好 白笑臂推嗎 阿聖 白笑臂算是你蠻 你知道白笑臂算是你蠻屌的 白笑臂知道算是你 你算蠻厲害的 白笑臂 每一步都蠻厲害的啊 高橋不是 比較冷門吧 有板生雪 欸對對對 有板生雪 我就記得名字裡面有個雪 對 有板生雪 原本也是很魅系的 很魅系女優 然後後來 後來去整了一個 不好看的 跟他身體很不搭的 的胸部 然後 但我很喜歡他的反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有雪嗎 應該也不是 我不知道 我有一陣子還蠻喜歡他的反應的 但這個真的 沒有啦 但這個沒有很漂亮啊 我跟你們覺得 真的沒有很漂亮 但他有一部那個什麼 失蹤的 還不錯看 長者子 長者子 哇操 你竟然知道長者子 長者子也是我一直覺得 長得很漂亮 可是我一直覺得 他的胸型不好看 長者子也是我一直覺得 可是他的骨架有點太大了 但長者子最後退休 退休前的幾部片口味都還蠻重的 但長者子我也是覺得蠻好看的 但他的胸型不好看 他用骨架有點太大 但他臉真的很漂亮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三...三...三... 那個 上緣亞裔好像變成消失了 空白的... 空白的一百年的感覺 就是 上緣亞裔就是不太會被提起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人好像失蹤了還是怎麼樣 就是 他在紅的時候 紅到一個爆炸 但是他一消失 他這段時間 真的是 真的是消失耶 他後期是真的是因為 可能那個 都是因為 因為都拍那些 這種出片 所以吃病運 要吃的 有點肉感吧 但我也不知道 就是 你提到他 你會覺得他是消失了一百年 你知道嗎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大家就是不約而同的 不太會提到他 就這一個 但他其實那一... 他其實 統治了... 統治了AV界 一段...一整段時間 而且他什麼類型都拍 而且他發片段超級誇張的 原田美音 影退的時候你也很難過 因為原田美音的Body真的很可怕 原田美音有一... 影退前幾部 那個什麼 有一部什麼 導演...四個導演還是什麼的 那一部 真的很厲害 那幾部真的都... 香辰堯永遠敵神 香辰堯指出了幾部之後 好像就因為 身份暴露 然後... 香辰堯好像指出了四台五部嗎 但...這種指出四台五部的永遠敵神 永遠推孝樂有愛啊 孝樂有愛一聲推 一聲推 孝樂有愛一聲推啊 這有一個那個 順從寵物叉叉聲 那部超好看 多一點的活動啊 這邊有B哥 還有B哥 還有符合哥 叫我符合D就好了啦 欸B哥 我最近跟國棟哥 那個事情你也知道 我還被黃老師說什麼咖 我今天看你在實況上 國棟哥 凱琪姐的你還真...